接下来我们今天的追新闻话题来带您看到中国的动态清零造成了悲剧持续在上演 害死了一个三岁的孩子 而胡锡进他似乎也说出了真心话 那这次我们刚刚讲到了三岁小孩子被害死 这个地点出现的问题是在兰州 时间的发生点是在十一月的一号前两天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正在风控中的社区 有一个三岁孩子瓦斯中毒了 但是他迟迟等不到救护车来而丧命 那为什么一辆救护车都来不了呢 所以当下出现了蛮多种说法 有目击者就说了 像当地的防疫人员求救 同时也拨打了120电话 当地的求救电话是120 我们台湾是119 所以孩子的爸爸就打了120的电话 打了半个小时 但是救护车没有来 后来又打就打不通了 那重点在什么呢 孩子都没有命了 当时爸爸要求说 他想要自己把孩子送到医院去 但是防疫人员就讲了 不行哦 因为疫情很严重 所以所有的人都不能出去 后来终于很多的旁人看不下去了 就簇拥着这个父亲把孩子抱到了出口 防疫人员不得已之下 才把人放出去 但是这么一折腾呢 当天的意外是在下午的一点多发生的 小孩子三点多才被送医 抢救无效 因为太晚送医了 也宣告不治 那这起事件让当地民众非常的怒 聚集抗疫 兰州当局还出动了三辆车的特警 来进行一个镇压 有网友就做了形容 网友说这疫情三年 就是这个三岁孩子悲惨的一生 那另外也有网友痛批说 中国拦不住裴洛西访台 只拦得住三岁的孩子去看病 那另外也有网友说 这样在中国的事件越来越多了 到底要多少人丧命 相关单位才会重视这个问题呢 而事发之后 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 他像吃了诚实豆沙包一样 他这次讲话是批评政府的防疫措施的 他说这种根本叫做无差别的超长风控 是不科学也不可法的 那中国现在各地的防疫政策呢 主要还是靠手机里面的健康码来管控嘛 我们就来看看有关健康码 在各地也出现了蛮多的一个现象 健康码只要你的手机里面呢 中国大陆管控这个疫情呢 主要也是用科学的方法 用的是手机里头的健康码 如果你的健康码是绿色的 你才可以自由通行 但只要你变成黄色或红色化 你的一些行程就会受到限制跟影响 但是中国这么大 现在健康码在不同地区还真的出现了五花八门 不一样的称呼 在北京叫做北京健康宝 在河南叫做玉士办 而在上海呢叫做随身码 在四川的名字比较长 叫做四川天府健康通 那其中我们看到在北京叫做健康宝 那其中有一个功能叫做弹窗 就是这个弹窗的功能呢 让大家可以说是文之色变 什么叫做弹窗呢 因为中国大陆利用这个大数据的资料 跟卫星来掌控了每一个人的行动 只要你在一个地区 曾经这个地方呢 有过确诊者的踪迹 那么这个地方之后的一到三天 如果你刚好出现在附近 哪怕只是经过而已哦 你的手机里头就会弹出一个视窗 勒令要你立刻回家 接受五到七天的一个隔离 而且还必须要向村委会来报告 哪怕你是在北京之外的地方 也是一样的 你还是会被受到监控 你必须在外地直接找地方隔离 只要弹窗还没有解除的话 你就不能够回到北京的住家 这就是弹窗让当地人文之色变 而中国的风控升级 现在造成了内需疲软 不少地方的核酸检测 其实现在都已经改成自费了 很多人就说 这可能是当地的政府财政 快要撑不下去了 那接下来呢 双十一更加的雪上加霜 因为有二十九个省市 以这个就超过三千个网点快递 现在都通通暂停了 东西也都没有办法送 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那刚刚讲了 有关中国的疫情跟风控的一个措施 是从三岁孩子的一个瓦斯中毒事件 来谈起的 我们就来看看这一起事件 中国特警大声报诉 场面浩大 不过全副武装的援警 手中拿的警棍 确实对准人民 特警举起盾牌 在社区大门前层层戒备 民众遭到围困 从没想过爱国下场 会是如此 中国甘肃兰州一号发生一起人伦悲剧 一名三岁男童因为易氧化碳中毒 生命垂危 不料却在送医途中遭遇防疫人员层层把关 延误黄金救援时间 网路疯传男童家属当时求救讯息 点燃当地民众怒火 居民夜里打开手机手电筒上街示威 要政府给男童家属一个交代 谁知道特警车来得比救护车还快 特警见人就抓行警残暴 还有民众直击 大马路上一名男子遭好几名特警直接拖走 但也有富人无惧中共打压威胁 当着特警面前替过世三岁小男童讨公道 中国严格清零让年幼生命不幸离世 就年前还出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都看不下去 发文批评当局风控管理方式和品质出了问题 把大量阴性市民一刀切锁在社区 不仅不科学还没有法律依据 残疑清零让人违背剧 一桩皆一桩 中共仍无视民众抗争愤怒 继续与民意背道而驰 三地新闻新天号报道 血命令 血命令 血命令